今天越說越棧鬼陣容 前所未有, 這麼強勁 人多手很嫩, 很容易嫩的 你有沒有聽過? 人多好做作, 真是人多好辦事 人多口雜 這麼多人這麼多, 很麻煩 當然不是, 你是否人說, 你又說 但我覺得人多是好的 手指咬出來不咬入?你還是男人? 人多偷牛沒趣 這麼多人一時偷一隻牛 就不可以只跪一個人 所以大家應該一起去喵喵 你跟他喵喵?我們要做壞事吧 等一下… 為何今天這麼齊?我想問 當然有原因, 先買個關子 一會兒告訴你 還不說, 馬上開始 越說越棧鬼 打排球?不是他們 打邊汪汪, 也不是他們 那同學在哪裡? 這裡, 跟我來吧 你好… 你好, 同學們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準備了一些古成語的題目 問問你們 所以我們要馬上開始 太好了… 同學們, 每個都又精靈又聰明 成語題目一定滾瓜爛熟 是 最大的家 無邊無女 無邊無… 四方八五, 地面滑海 有點接近… 四方圍家 對 沒錯 最風涼的地方 寸草不生 對 沒錯, 為什麼呢?寸草不生 一寸草也不生出來, 因為太冷了 重動口漢世界 井底之蛙 是什麼意思? 外面的世界很大, 但如果在井底 很狹窄的洞, 看外面 其實看幾大東西都是這麼小的 比喻人家見識少, 淺薄 但自以為時, 對吧 第二條就是… 一個人練台詞 自然自語 很厲害 你們倆試過自然自語嗎? 對… 試過為什麼要自然自語? 爸爸, 沒空跟你聊天嗎? 有時了, 有時就要跟朋友說多一點 或者背書 對, 背書一定要自然自語, 沒辦法 走快點, 走快點 別跑了 追 放棄 放棄 那三個, 還刷就不用霸章 刷眉刷眼, 很明顯就是刷 不妨, 目覆沒魔人, 警惡情間 不會放過他們 不, 我們還有很多案外查 所以不查到, 沒錢收的了 再沒錢收, 我們就真是老闆撲線 淒涼 你查什麼案子? 尋… 尋人? 難地女, 站上, 失蹤了多久? 你冷靜點 心急吃不到熱豆腐慢慢來 不是尋人, 是尋腸 尋找真正香港製造的難腸 什麼難腸這麼厲害? 不是呀, 我不想懶惰他們, 走 終於到手了 我來把他拔開 打破豬鞋無覓柱 得來全不費功夫 這次你們還人裝並和 大膽彪腐, 竟然無連我們去刷 你真是披梭衣舊火, 惹火上身 真是說你們自省危險, 自省麻煩 你膽惹我們, 有聽過嗎? 趕狗入窮校, 轉頭咬一口 打破豬鞋 即是說你們做人要留些餘地給別人 不要那麼絕 你封我們吧? 我們不怕你們的 我打開他 好 臘腸? 這些是新製香港製造的臘腸 不是普通的臘腸 全香港只分三間而已 這間其中一間有七十多年屬市 可以了嗎?我綁起他們 開 什麼事? 為何要? 好, 來…給他聰明 我自己來… 莫非這些是藥品臘腸? 識者鴛鴦, 不識者兩陽 不識的人說會分, 我們炒得很厲害 臘腸看起來是條條的, 睡不著 你好 找人幫忙就行了 這裡這麼危急關頭, 誰可以幫我們 你找我, 你找我 老闆 你好… 老闆 老闆 你好 做臘腸多少年? 多少歲開始做的? 五十多年了, 六、七歲 跟了八, 慢慢來就要做了 那時候做臘腸是否很高人高? 高的, 外面有五個行業 例如差人, 只有六百多元 做我們這行業是一千二元 什麼年代? 五十年代 這兒的生活也不錯 真是臘腸熬湯, 猜不到 條繩一元就鬆了 是呀 那三次的東西夠膽捉我們 真是滿定棺材, 挖定淡, 聽死 我告訴你, 君子報仇 仇必理吧, 他們走不走 那幾隻東西一定走不出我們的心 既然如此, 我們就不要理會那幾隻東西 我們先找老闆出來, 聊幾句 好 老闆, 你在哪裡?老闆 什麼事? 老闆出來聊幾句 好… 什麼事? 老闆, 我想問你 這個臘腸是否全部人手製做的? 以前就是, 現在不是 現在有一半是機器代替的 我想問, 做臘腸有什麼材料呢? 材料首先是豬肉和豬腸衣 做臘腸衣, 做臘腸衣 做臘腸有什麼步驟呢? 要攪拌、切肉和洗乾淨之後 要加調味 調味一定要糖、鹽和回歸路爪 很重要的 這樣加齊了之後, 拌勻 要灌腸 打針要塗水分出來 如果不打的話就會變壞 然後綁草, 索繩 索繩後要拿去洗 一整天拿去洗 才能夠進焗爐 進焗爐要放多久? 要放四天 要背四天 放在這裡四天嗎? 對… 今天很悶死他們 他不是人, 悶死他們 對 每人一份, 走 想走?沒那麼容易 這位是否認錯人 別在這裡假裝不認識我們 口水多過茶 說我們茶, 這杯怎麼算? 好人當作假裝, 沒得算 簡直是吞仔茶壺, 難真, 完全沒得商量 你們的樣子真的很壞 大人不記小人哥 三位大哥, 我請你喝一杯 和頭酒, 喝一口氣, 好嗎? 你請我們就來了 加上我親手炮製的臘腸飯, 好嗎? 那不如算了, 後面 對, 算了, 這些臘腸就算了 來吧, 走吧 給臘腸就算了, 走吧 Darren哥哥, 你真的帶我來馬戲團 好浪漫 正所謂一言忌出, 試馬難追 說過的話就一定要做得到 就算你說要去月球, 我也帶來了 你們倆這麼浪漫 不如結婚, 拉上天槍吧 什麼?我們在排下年台興 還以為可以幫你們倆做正婚人 拉上天槍就結婚吧 天槍是怎麼來的呢? 應該是舊式的廣州的傳統中式建築 天槍上的天槍會來採光或通風 不過身分皆偶自然輕輕, 我也挺忙 自然要拉上天槍 而保持前私隱, 看他自己要看的事 其實你們真的誤會了 誤會?怎麼會誤會?你看, 你們誠雙誠對 比翼雙飛, 煙蝶情深 別這麼說 說起結婚, 希神 好像還有紫婚、銀婚、金婚 鑽石婚的周年紀念, 究竟是什麼意思? 第一年結婚是紫婚 兩夫妻第一年真是猶如白紫的純潔 也就是猶如白紫的脆弱 第三年是皮婚, 皮革 怎樣都比白紫離得硬 就是七十年了, 當然是見光不可斷 那是白紫婚 哇, 結婚七十多年了 我都很想有一個人跟你一起 經歷七十年的歡風雨雨 很甜蜜 你面臨兩個問題 第一, 首先要有人選擇你 第二, 你們兩個也要這麼長靈才行 我祝你好, 慢慢等 我對象了… 各位街坊, 美美小廚大贈送 買一送一, 老人家小孩子免費 過來看, 買來加多威 有免費, 有免費 我一看小孩子 大放應, 你今天早上才光顧過 我出了謊大吃, 吃也不飽 你買一送一 我打算晚飯燒一也就吃了 不是不行嗎? 沒說不行, 行… 老闆娘, 我今天心情好 你說什麼就什麼, 想吃什麼? 你心情好, 什麼都行 算你有眼光了 街坊營 你真是老神不客氣 大舊營 你可不可以說自己 你又是有便宜, 不用洗頸 這個老闆娘為何無故會大陣送呢 這個總監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沒可能有錢賺不賺的, 是不是? 難道養了地溝油煮飯嗎? 不是吧, 我吃了三十多碗 但我吃完也是肥絲大隻, 沒肚子痛 我們靜坐嘗試幾個 閒談就莫論人非 你們別說就說 那你就不要聽了 他來了 來…你冷守小才道 你們圍在一起好像在說我 明人不中暗示 其實我們在猜你為何要做大陣送 難道你想查樓搬家? 新市民, 別在這裡拋書包 什麼查樓搬家? 到底, 查樓搬家的血後語是什麼意思? 稍後回來告訴你們 大家知道 天下雨, 猜猜猜猜 茶樓搬家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立刻告訴大家 慢著, 這裡明明叫美美小廚 哪裡是茶樓? 就是了, 美美小廚做得這麼好 為什麼無緣無故搬家? 茶樓搬家的意思就是另起爐做 一間茶樓要搬家 爐頭和廚房要重頭做過 就是說要在一個新的地方重頭開始 後來就引伸了 人們想另開公司又或者是跳蟲 就是說老闆娘不再做這一行 真的嗎? 但我很喜歡你的手勢 你不煮東西吃就浪費了 美美, 你不煮東西吃 我大舊燈去哪裡開餐? 那你要轉行幹什麼? 我不是不煮東西吃 是以後只煮給一個人吃 一個人? 誰啊? 她要嫁人 不是要重頭做起, 做個好老婆嗎? 終於嫁出了, 恭喜大家 很棒, 很難以置信 好棒, 太棒了 豁死沒人知道是誰嗎? 在銅鑼灣這裡大聲打螺 首先, 這個叫銅鑼 我打一個銅鑼不是想要人注意 是想清醒一下頭腦 那倒是對的, 你的頭腦那麼髒 你很風趣 我想找一個跟銅鑼差不多的地方 但我找的也找不到 好, 不用找了, 你這輩子也找不到 要不要遷就人了 是… 自己寫 是… 其實幸美沒有說錯 話說是這樣的 銅鑼在1840年開浮的時候 海灣已經有了 在高空望下去的海灣 真的好像一面銅鑼 到了180年代 為了方便人在銅鑼的一面 去到另一面, 不用繞一圈 就開闢了一條堤道 就叫做Crossway 就現在的高氏威道 高氏威道的一邊, 銅鑼的海灣 在1880年代就填平了 就落成了今時的中央圖書館 那些建築物 銅鑼另一邊 即是高氏威道 對出的避風塘 在1951年開始填海 1957年就變成了現在的維園 原來經過時間的洗禮 銅鑼已經不在這裡了 不過我依然經常去銅鑼灣 因為有很多東西買 我最喜歡那裡購物, 再見 再見 還有銅鑼灣才有這麼大的尺寸 不要這樣責人 今天我一定要跟她說出我的心意 十年等鑼鑽鱽魚, 機會難得 不知道什麼, 你一定要加油 你好 黃鴻, 你的樣子 好像打了一盆牛旺吐女吞 有副說不出 你怎麼會這樣呢? 對 我知道了, 你想我幫你撿這條手巾 你打一盆牛 你拿一隻手來 好好保存 不是呀, 威 怎麼了? Momo, 做人不可以這麼冒淡 就是了, 你就像虎口拔毛 有很大的膽子才行 但我每次見到她, 我都厚窄窄 怎麼辦? 算了 我也有方法 不用飛鴿傳書, 不用應用程式 不用面對面 也可以表達你的心意 跟我來 沒用的 大家都知道不向美, 沒用的 後美, 你帶我來這裡 你想怎樣幫我? 我知道 後美想教你怎樣用甜品留著男人 我知道了, 一定是做朱古力 他教你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張飛石斗, 少許創一碟 朱古力, 你猜中了 不過這些不是普通的朱古力 是字母朱古力, 可以憑朱古力寄意 想到一個這麼好的想法就是Kathryn Kathryn… 你好… Kathryn以前做了十多年的公關 但為什麼你會創立一個 自己本土的朱古力品牌呢? 其實因為我一直以來做公關的時候 一直都很想創立一個 屬於自己的飲食品牌 又覺得可以讓人吃得開心之餘 又可以憑朱古力 可以說出他們的心聲 但是外國有很多朱古力品牌 你覺得你這個品牌有什麼特別呢? 一是香港製造 我們最特別之處就是有一個字母 可以給人寫不同的訊息 譬如可以寫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 還有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圖案 譬如可以有一些香港特色的圖案 可以做一個香港的手信 不錯,Kathryn,那個叫MoMo 她十月間才起床,幫她吧 Kathryn,你可以教我怎樣製作朱古力嗎? 是呀,幫幫她 讓她可以八糖、半麵糖、甜性加甜 當然沒問題了 Kathryn,你不要觸開新計劃,賭蛋 我不是賭蛋 我把工具拿出來給你們 首先我們要把朱古力溶掉 把溶掉的朱古力倒進雲石桌上 就是用來做降溫的步驟 為什麼要幫朱古力降溫呢? 把朱古力降溫,之後再升溫 就是做一個調溫的動作 朱古力才可以結晶 可以做到一個有光澤的朱古力 然後我們準備了這個字母朱古力的模 我們就可以倒一些朱古力 來,燉平朱古力 把朱古力倒出來 對,絕了十分鐘變成這樣,很漂亮 對,所以就要折餡了 好,快而準,Kathryn 接著就是朱古力降溫 然後朱古力降溫 好,現在的餡料已經準備好了 對,我們的餡料已經冰硬了 然後我們就會做風底的動作 又冰了? 沒錯 大勝負吧? 太棒了 MOMO,你要折子過河,有光直線 加油…終於好玩 各位,怎麼這麼巧? 怎麼了?MOMO 你有話想跟我說嗎? 你對我有意思嗎? 對不起… 我已經心有所熟了 誰對你有意思? 你看看,FAT肥 你是時候要減肥了 你看看你的草腩 我們每個都沒有訂期,對吧? 你看清楚那些? FATE,命運 肥是我的命運,我正在走肥運 謝謝你,我正在走肥 再見各位 他走 他吃了,他還… 廚師兄,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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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廚房街磚,你叫什麼? 廚房街磚通常會有油煙積墜 對,油煙也會有味道,那什麼呢? 是那些嗎? 什麼?什麼?什麼? 對,什麼?什麼? 答案是什麼? 鹹汁 對,鹹汁,對 我沒想到原來油煙是鹹的 對,鹹的,煮東西吃的時候 你有沒有舔過?你嘗嘗就知道鹹的 你有沒有嘗嘗? 不是,你先嘗嘗 好,下汁 下汁,大家不用怕 突然看到,突然對著他 嘗一嘗嘗 嘗嘗 是,它是球之肉 是,球之肉,嘗嘗嘗嘗 到我考你了 好,考一考 和想原植,一個蔬果 一個蔬果? 蔬菜,不要告訴你 蔬菜? 和想有一個動作,我經常都要做 對,很聰明 蔬瓜 很壞,被考起來了 沒考起來了 走啊,跟我走啊 慢慢玩 船長,發現這個人是船頭鬼鬼祟祟 馬上抓他過來 很大膽 竟然是我們的船? 不想偷我們的寶藏? 船長,冤枉了… 我的船在那邊的海域沉了 所以市長游泳游泳游過你的船頭 你這種藉口,我到年中也聽不少 別跟他說那麼多,船長,扔他來 不要,船長,你收樓樓 我說你做樓做樓都行 你很美女,不如我們合作一下 既然你責我漂亮 又見你胖絲健碩 就找你做苦力了 不過現在把你值錢的東西拿下來 船長,我的船就是我的樣子 那怎麼辦? 慢著,你這樣就是 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敗 對,答他吧 未見官先打三十 有人說是先打五十五十 很多電影橋段 極古明天的時候都有這個廚話 有人說電影橋段是假的 但也有大清的律力 或是刑法專家說是真的 因為裡面有一句是 至下而曾告者,亦黎五十,黎是黎刑 即是下級或晚輩去告上級或前輩 要先給人得到,或者是一百 其實說起衙門,我就是警察 真的假的,不要封我們 哪一筆子? 你這個無牌船長 不只進樓,還在裝風作勢 拿著那些爛鬼海盜船走來走去 還把我最漂亮的東西拿走 你還不是證據確鑿? 別撒住,還是我中文人說話的時候 難過了,即是不夠班 聽說也是來自以前的官製 以前的官製分為九品,十八級 一品分為兩級 最高級的就是正一品,然後松一品 我們經常說什麼 一舉成名天下之的座員 都只是六品而已 屬於幾好的官,去到元官就是七品 之後八九的就是未入樓的芝麻官 聽到沒有?你們還沒入樓 這麼多話說,跟著回警局 是你不入樓 橫看怎麼看,哪分子警察 對,頂龍都只能扮性殺老人 如果你們扮完,你來插個勾 對,沒有,我看到這裡整艘海盜船 我們扮演戲,演戲而已 對,我們不演戲,你哪有話說 什麼事? 我們玩角色表演,你這麼認真幹什麼 好,現在可以開估了 今天我們為什麼這麼齊人? 因為今天越講越掌鬼是最後一集 好痛 雖然我們要跟大家說再見 但我相信千千萬萬的氣候魚 還有俗魚和乘魚都會印在大家心裡 沒錯,貓貓 阿丹,拍完之後有什麼感受呢? 我很不捨得大家 還有,我多謝大家包容我這個新手主持 好,我覺得學了很多東西 我參加這個團隊很開心 而且很想念你們四個人 一、二、三、四 好… 雖然這個節目結束了 不過大家粵語是不會退步的 是嗎? 是 再見… 阿丹 我好珠… 口水多了,茶? 不就是了 不就是了 我們不演戲 打電話 我要重頭演戲 A哥,閒頭落論的飛 你也不忍耐 你也不忍耐